三位你还好吗 三位 状况还好吗 三位 躺上担架睁开眼睛没有任何回应 他是空军上位飞官谢佩勋 精神状态还惊魂未定 10号晚上8点05分 上位飞官谢佩勋 驾驶编号2047的幻象2000单座战机 从新竹基地起飞 8点35分准备折返 在距离台中清泉岗机场北北东约33里 发现动力失效 当机立断弹射跳伞逃生 搜救单位货报花费近两个小时 10点22分巡获目标 10点53分成功救起谢佩勋 那海巡署非常的重视这个案子 派出一件市庭在全力搜救 幻象夜讯发生动力失效 空军新竹基地全面停飞检修 另一方面也计划打捞坠海的幻象 还有黑盒子 这回军机失事坠海已经是幻象 从1997年服役以来第九次 回顾过去第一次发生在1999年10月 同年12月少校江金亮训职 2001年11月尚未刘浩凡以及中校张建祥 都因为训练任务落海训职 还有2012年10月前往法国执行任务的交换飞官王同益 以及2017年11月夜航训练失踪的少校何子宇 25年来一共5人训职 这次幸好上位飞官谢佩轩获救生还 最基关键原因是什么 要等黑盒子来解答 也别人新闻城市民蔡新于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